近年来 随着中国科技企业的不断崛起 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过去 中国科技企业受到造不如买思想的影响 主张拿来主意 更偏向于引进国外技术来生产产品 追求短期利益 但这种方式使得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国技术 并且外国科技企业通过技术授权 专利费用等方式不断吸血中国经济 然而 华为却不同 它走了一条自主研发的困难之路 在过去的十年里 累计投入了近万亿人民币用于技术研发 最终 华为的麒麟芯片与高通相抗 通信技术与思客相较 华为手机甚至取代三星 成为了苹果高端市场的最大威胁 作为一家中国民企 华为以一己之力 与整个美国霸权体系向对抗 这令人十分敬仰 然而 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 华为因挑战美国霸权而遭到了美国的无情打压 2020年 华为麒麟9000处理器完全击败了高通骁龙888芯片 在国内市场占据了47%的份额 然而 在美国的逼迫下 台积电切断了对华为麒麟芯片的代工 2022年 华为海思芯片市场份额严重下降 甚至达到0% 海思芯片一夜归零 任正非认为 美国的行动不仅仅是想教训华为 而是想彻底摧毁华为 因为华为的技术对美国全球霸权构成了巨大威胁 特别是华为5G基站的建设 如果美国不彻底摧毁华为 美国的霸权就不能实现 可以说 华为麒麟9000处理器在2020年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但随后的市场形势的变化 使得华为的芯片技术面临着极大的威胁 海思芯片一夜归零 麒麟今天大秘密浮出水面 任正非 美国打布斯华为 在当前困难的全球经济环境下 很多公司都可能面临着各种困难 但是华为公司的创始人任正非 却一直坚持其研发部门的重要性 他认为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 也不能放弃研发 海思部门的完整性也必须保持 因为它是华为公司的核心部门 海思部门不存在任何业绩压力 它的目标是不断挑战行业巅峰 为公司带来高质量的技术产品 任正非也曾多次公开表示 即使华为公司被制裁 也要坚持维护海思部门的完整性 实际上 任正非的话并不是空话 此前 外媒爆出麒麟秘密 那就是华为Mate50脱工程机的页面截图 显示该机搭载的是麒麟KC10处理器 这款处理器就是麒麟9000的进一步升级版本 麒麟9010 虽然由于被制裁的原因 导致麒麟9010无法被量产 但是华为公司依然坚持维护其研发部门 以保持公司在高端芯片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 因此 华为的麒麟芯片再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据外媒爆料 该芯片的安兔兔跑分达到了130万分 领先了高通的一整袋芯片 同时与最新的骁龙8-1N2芯片相持平 尽管外媒表示 目前华为缺乏高端芯片代工能力 短期内高端麒麟芯片无法用在华为手机上 但华为并未放弃对麒麟芯片的研发 正如任正非先生所说 华为绝不放弃挑战行业巅峰的努力 预计 接下来华为的营收将会有所增长 说明华为已经熬过了最黑暗的时光 国家也已经出手与华为和一些芯片代工企业合作 全力打造去美化芯片生产线 由于华为有着充足的资金 市场 技术和耐心 它有能力与美国赛到底 一旦实现去美化芯片生产线 将会是美国下跪求牢的时刻 任正非直言美打不死华为 出现反转 美芯片巨头开始表态 可继续向华为供货 华为是中国重要的科技公司 具有重要意义 尽管面临了严厉的制裁 但要继续前行 美国收紧制裁的消息传出后 但突然发生了反转 美国芯片巨头仍继续供货 美国曾对华为实施芯片禁令 后来部分美国公司获得了部分出货许可 但5G和安486服务器仍不允许出货 此前 有消息称美国计划取消原油许可证 连4G等产品也不允许出货 这可能对华为手机和PC业务造成严重影响 因为 尽管华为近几年一直大力推进国产替代 但某些方面还是需要使用美极的产品 比如手机业务 之前核心扫科芯片使用的是自研麒麟芯片 设计是由华为旗下海思进行 但代工需要交给台积电 就像苹果的A系列 高通的骁龙等 都是这样操作的 因为扫科芯片追求高端制成 全球只有台积电 三星两家可以生产 不只是我们大陆的芯片制造水平还不行 就连美企也做不到 所以交给台积电 三星代工并不意外 也正因为如此 麒麟被台积电停止代工 华为手机如今只能使用高通骁龙扫科芯片 华为手机在高通代工停止生产麒麟芯片后 只能使用高通骁龙扫科芯片 但凭借华为的技术和运营能力 手机业务仍然能够复活 然而 此前有消息称高通芯片的出货许可可能会被取消 这将对华为手机造成影响 然而 美国媒体的最新消息是 高通表示向华为出货的芯片许可正不会受到影响 这些许可正将持续多年 因为不会影响安全 出现反转 美芯片巨头开始表态 可继续向华为供货 不过 高通最近发布了截至2022年12月25日的2023财年第一财季财报 表现不佳 数据显示 营售和净利润均同比大幅下降 这主要是因为智能手机需求疲软和芯片供应过剩 预计下以财季的表现也仍然不乐观 高通和英特尔都面临着业绩下滑的困境 高通发布的财报显示 营售和净利润同比下降12%和34% 此外 传出的4G许可正停止的消息将对高通的未来发展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 因为高通对大陆市场的依赖非常大 占比达到67.1% 对于华为的供货也很关键 因此高通宣布继续向华为供货 以缓解不良影响 而英特尔也面临着业绩下滑的困境 尽管LMD去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4% 但预计第一季度将会下跌10% 他们纷纷开始表态可继续向华为供货 因此 说到底 老美对华为的禁售也是自食恶果 毕竟 美国禁止向华为销售美国科技产品的决策对高通 英特尔 LMD等全球领先半导体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 这对这些公司的业务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华为是全球最大的移动终端设备生产商 在全球市场上占有很大的份额 如果禁止向华为销售 将使这些公司失去了其最大的客户 直接影响到其销售额和利润 其次 这也对这些公司的全球市场地位造成了威胁 由于华为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力 如果禁止向其销售 将使其他竞争对手在市场上获得更大的份额 从而形成竞争劣势 最后 禁售华为也可能对这些公司的全球供应链造成威胁 如果禁止向华为销售 将对全球供应链产生连锁反应 影响其他公司的生产和销售 总的来说 禁止向华为销售美国科技产品 对高通、英特尔、AMD等全球领先半导体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其业务、市场地位和全球供应链构成了挑战和威胁 因此 这需要这些公司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弥补 如果美国继续不顾美国芯片巨头的反对意见 继续扩大对芯片的限制 这些巨头将受到更大的损失 华为已经放弃对美国的依赖 将继续努力推动国产替代 因此 即使情况出现反转 仍应迅速提高国内自主芯片产业链水平 以彻底解决问题 打不死的华为 像胡杨一样坚强 在沿海城市生活的人 每年都会碰到这种情况 大风过去 路边的一些大树会被连根拔起 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 这些被大风刮倒的大树 通常就是那几种根基叫浅树 它们看上去很枝叶茅盛 生长速度极快 栽下去几年变成大树 但无论它们多么高大 树根都是在地面横着长的 而不是向下扎根 我们的消费电子也差不多 看似支凡叶茅 其实根基较浅 以智能手机为例 全球近60%的智能手机 由中国厂商生产 全球前六大手机厂商 有四家是中国厂商 然而 支凡叶茅还不算真正强大 根深叶茅才是真强大 华为也认为 支凡叶茅是表面上的 只有根深叶茅才能屹立不倒 过去几年里 华为一直在练习扎根 往更深处扎 用实际行动践行 科技自立自强 比如 不让使用谷歌系统 华为备胎上阵 鸿蒙系统采用分布式技术 为万物互联时代而生 结果 这一系统一旦升 便赢得广泛好评 生态也蓬勃发展 相比安卓系统 iOS系统 鸿蒙系统有着更广泛的适应性 不仅适用手机 也适用平板 PC 可穿戴设备 还适用电视 冰箱 空桃 照明等家用设备 两年前的一次新品发布会上 华为曾歌颂胡扬精神 胡扬 生而千年不死 死后千年不倒 倒后千年不腐 胡扬之所以能在环境恶劣的大漠里生存 是因为它的根扎得深 最深超过30米 它能抗击凌厉的风沙 抵挡酷鼠严冻 顽强地挺立在大漠里 华为试图用胡扬精神激励自己 同时也是表明姿态 除了大量的根技术 除了在底层方面不断突破 华为也在带动整个产业 将更好的产品回馈给消费者 华为MAC50系列便是一款向上同破天的产品 汇聚了大量的自主创新成果 除了北斗卫星消息 昆仑玻璃 还有自成体系的影像技术 尤其是昆仑玻璃版本 上市后颇受好评 从胡扬精神 再到昆仑精神 华为使之创新 波云渐日 当然 乌云可能还会再次聚集 但它终究会被曙光刺穿 明天 阳光万丈 跟颈卧在地下 也相处在云里 当然 静平华为的力量 是远远不够的 解决卡脖子技术 需要更多企业站出来 在基础研发方面投入更多资金 不断攻坚克难 只有我们自身强大了 才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我们坚信 越是身处困境 越能激发中国的潜能 越能激发华为的潜力 感谢观看